这段极其珍贵的高清原生彩色影像 正是1949年10月1日开过大典的瞬间 可以说影像中的每一帧都是极为珍贵的 将当时人们脸上的喜悦直接地传达过来 让我们能够穿越时空 重新回到那个振奋人心的时刻 10月1日当天下午 天安门广场上有30万军民自发的集结在这里 他们热了盈眶 看着由自己奋斗出来的新中国 有些家住在偏远农村的群众们 更是提前好几天就开始往北京赶 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见证新中国成立的这一刻 大家手举旗帜和鲜花 不停地欢呼着 在民众的殷切的目光下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登上了天安门的城楼上 上前各界的代表人士早已站立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挨个跟他们握手 分享这份喜悦 在看到带领我们走向民主的毛主席的时候 广场上的民众们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喜悦 疯狂地鼓掌欢呼 而毛主席也非常的爱民 看见大家的欢迎之后 热情的挥手示意 这不是一个人的成功 这是全中国亿万民众共同的成功 大家历经磨难 在备受欺凌的炮火中站了起来 红仇离开 将欺负我们的坏人赶跑 当家做主 成为自己的主人 毛主席洪亮的声音经过话筒 向全世界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现场的民众听到以后热泪盈眶 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衰 这个伟大的时刻值得我们所有人铭记 不仅仅是现场的30万军民机动 全国民众此时都在收音机旁刺耳倾听 生怕自己错过任何一个细节 无数的解放军战士也自发集结 虽然去不了现场 但他们依旧非常的自豪 而此时依旧有许多展示守卫在岗位上 拼命的保障开国大典能够正常进行 升国旗奏国歌的同时 李炮奏响 54枚李炮齐民28响 代表着中国共产党成立的28年以来 时刻带领着中国民众奋斗的里程 听着毛主席宣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所有人都憧憬这个由自己创立的国家究竟会有多辉煌 而这天 我们的伟大的毛主席依旧工作到了凌晨五点多 要不是警卫员催促 伟人依旧不愿意休息 大家看着毛主席崭新的中山庄都无比庆幸 伟人终于有新衣服了 却不知道 他里边的衣服依旧打着补丁 淳朴简约到了极致 将所有的精力全都放在为国为民上 但大家知道吗 这场看似完美的开国大典背后 其实依旧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地方 稍有差错就是流传千古的罪名 这是少有的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的彩色影像记录 影像中的每一帧都是极为珍贵的 将当时人们脸上的喜悦直接的传达过来 让我们能够穿越时空 重新回到那个振奋人心的时刻 但你知道吗 大典背后其实有这么多见不得人的东西 开国大典究竟有多隆重 30万军民骑天安门广场上共同欢庆 是举国上下的喜事 但其实 在这场热闹的庆典背后 有许多见不得人的措施 为了能够保证庆典的顺利举行 和现场民众领导的安全 在开国庆典前 整个天安门都戒严 上千名哨不停地来回巡逻 数不清的暗港也齐齐出动 只为防止现场被埋伏特务 不仅如此 整个北京城都被公安干警 进行了网格式的清扫 认真清扫特务和破坏人民政权的不法分子 防空部队和地面部队也紧锣密鼓的巡逻排查 有些人可能是觉得我们有些太过小心了 但当时的我们看似花团紧促 实则危机四伏 仅是在大典前 我们就抓获了14名奖军特务 这还不说其他国家对我们的破坏 他们十分害怕我们这个人民政权建立起来 为了能够保证一事的万无一失 我们特地将开国大典和阅兵一事 挪到了下午三点 一般情况下的世界上 所有国家的阅兵和庆典 这样的行为也纯属无奈之举 但即便如此 我们国家民众的热情也是抵挡不住的 朱总司令代表讲话 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 坚决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 并且坚决保证一定解放尚未解放的国土 朱总司令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海陆通三军 随着解放军进行举雄壮的旋律 中国人民解放军迈着雄啾啾气昂昂的步伐 出现在天安门前阅兵一事场 朱总司令和聂荣真阅兵总指挥 乘坐在美式别克木霸厂红车上 这一举动无疑给了现场民众强烈的视觉冲击 通过这辆车 我们直接向世界宣告 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战场上缴获的胜利果实 也是我们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的象征 可能在我们如今看来 当初的开国大典上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的装备和着装都显得有些寒酸 看大家不知道 正是这种寒酸 让我们更加有了底气 是我们打拼的结果 但不知为何 在这个欢乐的日子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却罕见地露出了愁容 那么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这是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的彩色影像记录 影像中的每一帧都是极为珍贵的 将当时人们脸上的喜悦直接地传达过来 让我们能够穿越时空 重新回到那个振奋人心的时刻 然而为何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却在这个时候露出了愁容呢 在开国大典上 我们有16400名战士接受了检阅 火炮119门 坦克和装甲车142辆 军马2344匹 汽车220台 虽然那这个数字在我们如今看来有些单薄 但大家知道吗 出现在镜头中的所有的汽车 装甲车 大炮全都是我们的解放军战士 在战争中缴获的战利品 当时那具没有抢没有炮 敌人给我们造并不是空话 因为当时我们的国家比较落后 军需物资物资非常匮乏 大多数都是在战场中缴获的 在检阅部队中战士们使用的110种武器 就来自于24个国家 由86家工厂所生产的 为了能够在庆典中看起了更加的美观 阅兵前 我们的阅兵总指挥聂荣真将军 还从各个部队中将缴获的比较崭新的武器 统一调配给授阅部队使用 后来的我们已经生产出了各种先进的武器 但在开国大典中 我们拿着自己从战场中缴获的胜利品 就显得更加有意义 我们是胜利人 是解救自己水火当中的大英雄 起初毛主席的表情非常严肃 因为他的心中非常的忧愁 忧愁那些尚未解放的土地 忧愁那些依旧在受苦的民众 毛主席的目标非常明确 那就是让全中国所有的民众全都解放 很快是机架飞机 依次飞越天安门上空接受检阅 这时候所有人都不自觉的笑了出来 曾经我们的连一个战士都没有 但如今我们的飞机大炮全都有 虽然只有是机架 但这些飞机在飞越天安门上空之后 又绕圈折回 再次接受检阅 虽然这样的行为看起来有些笨拙 但这却是我们当时能够拿出来的最好的东西了 而我们也不会觉得丢人 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就像是个婴儿 没有强壮的身体 但我们一定能够齐心协力地将它呵护壮大 这些缺少的东西都是我们即将发展的目标 人民有笨头 有目标 根本不怕以后得道路 事实上确实如此 曾经的我们武器全靠缴获 如今的阅兵大典上我们的新式武器挨个亮相 让全世界都为之震惊 飞机也不怕不够了 战机挨个盘旋 整齐地在上空接受人民的检阅 这都是我们的共同努力的成果 也是先辈们为我们打下的良好基础